T恤搭配短裤 配合口令和暖身 救生一等该有的防护 一样也没少 2024台北国际农州赛 桌子登场 台北市长蒋万安不缺席 率领师傅同仁组队来场友谊赛 今年我们特别还有包括 澳洲 荷兰 日本等各国的好手 一起参加 总共有212支队伍 而且今年我们总奖金 创历史新高333万 近50年历史的台北国际农州赛 今年总奖金史上新高 参赛队伍也来自国内外 其中也包括中国上海 主团参与小型农州组 预计9号上午登场 市场南岸交流频繁 北市农州协会日前的主团 赴对岸参赛 六四前一天 北市农州协会赴中国 参与第二十届上海苏州 河神市农州邀请赛 拿下国际组第二名夹击 尽管奖牌写国际组 但主办单位不忘吃豆腐 首举牌大大四日中国台湾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农州赛 二零二四中国南昌国际农州赛 南昌市台办组织 在昌台青台生 组昌龙一家队参赛 领队声称组织台青台生 参与体育文化活动 凝聚台湾青年热爱祖国力量 促进昌台融合 助力祖国大陆发展 共处南昌盛会盛事 台胞不会缺席 各种矮话通战意味十足 看在讲话眼里 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尊严善意互惠的原则来进行 中国的统战既养 又是老耿联发 台湾这块土地 自古以来就有原住民 再加上现在又有非常多的新住民 进来台湾这个地方 台湾跟中国早就已经没有关系 中国统战变不出新花样 却依旧坚持己见 再在证明两岸国情完全不同 三天新闻黄玉帆 杨凯昊 侯彩虹 SN小组台北报导